端午临近在江西新渝仙女湖 当地举行了传承千年的龙舟活水仪式 现场十分热闹 在新渝市仙女湖区的昌山古庙 每年端午节前 圆河两岸的上百支龙舟队都会相聚于此 举行盛大的龙舟活水仪式 这项端午民俗活动源自唐朝圆河年间 按照当地习俗 所有参加赛龙舟的龙舟 都要先进行活水仪式后才能下水比赛 我们全程都到这来 发扬我们的团结 拼搏 刻苦 来劳的精神 我们看上车连续拿了两次冠军 这一届我们也要争取拿到冠军 活水仪式共有龙舟活水 龙头骑水等七个环节 盛大的仪式也成为了仙女湖旅游的一张闪亮明片 吸引了上万名观众前来观看 今天很开心 很激动 很兴奋 我和朋友带着小孩子一起来看龙舟 经过千年的传承和演化 当地龙舟活水的民俗 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端午文化 龙舟精神的尊重和推崇 更饱含着大家对乡村振兴国泰民安的共同祝愿 对乡村振兴国泰民安的共同祝愿